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有關於海關關長和入境處長加上保安局副局長出席一個 豪華飯局 因為違反了限聚令被票控的事件繼續發酵 媒體就找到越來越多的資料,但是所謂越來越多資料 真相仍然是很隱悔的,未能夠大白於天下 只能夠用不同的證據,或者蛛絲馬跡,大家就 希望可以 將整幅圖畫整出來 但是中間也有很多,如果你要砌這個砌圖,中間還有很多這個puzzle 那些位置是未能放進去 他們三個,包括入境處長歐家宏,海關關長鄧以海,保安局副局長歐志光 相繼發表了一個聲明,但是聲明很簡單 就承認 當日是違反這個限聚令 被票控 於是就罰錢,已經交了錢,以後就小心點 比較警覺點,類似的情況就不再犯了 但是有很多消息傳出來,有些是為他們開脫的一些說法 這個地方就是在灣仔的海景中心,吉祥會 一個很清楚的,不少媒體都有說 就說 是與會者的九個人裏面 是其中一個 或者是多過一個 是有中資的公司恆大集團的管理層 究竟這個管理層是誰呢 不知道 那些記者就不停地去問恆大集團 究竟是什麼人呢 這是第一 第二 因為警方說 違反限聚令的案件 是無意中破獲的,因為要去那裏 調查一宗強姦案 那究竟 那個 涉案的人士是否 參與犯局的其中一個人呢 是不是在那裏抓 強姦案的 疑犯呢 不停去追問恆大集團 是不是恆大集團的人呢 那一路都是沒有任何的 這個回應 那就 有人開始放風了,就這樣說的,根據這個明報的報導 這個現請犯局的地方呢,嘩 這個是一個私行地方 不受限聚令的規管 不過 三個這個官員 就沒有留意到這個吉祥會 其實是一個 持牌的食肆來的 就是持牌食肆來的就是受限聚令的規管 所以呢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參與了屬於無妄之災 其實是為他們解脫,他們根本不知道 其實這件事就報料者已經在 上個月已經報了給這個明報的了 到這個月才曝光,這個我都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怎樣說呢,明報就說上個月底 他這個吉祥會觀察 地址就以徐元匯和雪茄會作為招牌 前者就門外有展示到這個牌照的號碼 屬於這個思慮的餐廳 可以營業到5時12時,最多是六人一台 當時限聚令的情況 好像沒有六個人 消息就說 官員就在一個酒會那裏 認識恆大集團的高層 這個很有趣 形容這個集團經常舉辦慈善活動 與紀律部隊理念相近 而這個飯局是屬於正常社交 這一段 也是為他們 去解話的 但是解的很奇怪 在一個酒會認識恆大集團的高層 集團是參與慈善活動 與紀律部隊的理念很近,於是 大家吃飯了 你中間的邏輯是跳了幾級的,大家做個判斷 是不是覺得有點奇怪呢 跳了幾級的 好了,就有很多疑團未解,我剛才說了 究竟這個飯局 所謂的正常的社交的這個飯局 這個組合 為何這麼有趣呢 除了他們三個 屬於這個保安系統的 入境處長,海關關長和保安局副局長之外 以及恆大集團的高層之外,究竟恆大集團有多少人在裏面呢,我當一個兩個 你數完之後還有幾個人 其他幾個人 是什麼人來的呢 是什麼人 還有沒有其他的政府官員,還是全部是恆大的人 這是第一 第二 這個飯局的目的 除了是風花雪月之外呢 有沒有 就是 這個公務在裏面談的呢 有沒有談公事的呢 這一點都是很重要的 政府官員其實都有相當嚴格的規定 就是說 如果你是談公事的話呢,在這些場合那裏談 其實就是 是可能會真是 瓜田起下 可能會有問題,有沒有談公事呢 目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第三就是 究竟 就是 我自己看 我都譬如做記者的時候 都有時都會出席 譬如這個 銀行 又或者一些大的集團 商界那些 就邀請去吃飯 但是他們邀請去吃飯呢,很多時候因為商界有些自己有的私 私廚 去他們的 辦公室或者那個董事總經理 CEO那些請去吃,就不是一個公開的場合 公開都有 那一般呢 如果是大集團請你去吃飯,沒有可能 就是記者來說,沒有可能叫你出錢的 沒有可能AA制 老實實 怎麼給得起啊 是不是 還有一個記者就是 通常他們請的 我們 沒有東西的,就請就請了 又不是太過豪華的 那這次 如果是 從一個 上市公司的集團 的高層 去宴請一些人 我自己幾乎覺得包括99.999 是不會大家夾錢的 換句話來說 這幾個 公職人員 是由這個 就是地產 大亨 或者地產的發展商的 高層 去請他們吃飯 昨天我有講過啦 就是立場新聞去問過嘛,大概什麼價錢啦,按人頭計呢,最便宜都是2000多 最貴的就將近4000 那麼一個人 你還要計算一下 不是只吃那個,那個是最低消費來的,譬如A山,B山,C山,最低消費 是2000多,3000多,將近4000 就有開酒 可能會不會給雪卡呢 那個數字是怎樣的呢 這個豪華的宴請 有沒有違反到公務員 的守則呢 有沒有違反到公務員的紀錄 紀律呢 這些 都是一個移民來的 全部是 沒有解答的 他們幾個人的聲明 講到這個刑事案件 我剛才提過 涉案人士是不是這個飯局中人 警方上門去調查是不是在一個飯局中拘捕人 這個我覺得也是很值得研究 那麼 這個聲明 他們三個人的聲明就說 這個晚宴並沒有涉及 上述刑事案件 我又覺得奇怪,什麼叫做這個晚宴 沒有涉及上述刑事案件 是不是那個與會者裏面有人 涉及刑事案件上門就拘捕了他 這個晚宴沒有,那又是什麼意思呢 案件已經罪入施策程序了,不會評論 就是這樣說 整件事你覺得有很多 很多疑點 恆大這家公司當然有很多爭議的地方 最近發生的就是 因為他債台高速 借很多錢 在大陸來講 越過了很多紅線 他現在就要減債,要賣東西減債 慢慢就將這個 某些紅線變回綠線 這家上市公司在大陸是一個 很大的地產公司,現在不單是地產,還要搞很多行業 好像香港的地產 大坑那樣,就不單是 搞地產,什麼都有 超市,健康,老人,什麼都做 但是他這個 債務的問題一直是很長時間 影響到這家公司 那個營運和他的股價 大家就要問一個問題,為何無端的找這幾個紀律部隊的人員 即是紀律系統的人員去談 跟這家公司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外界是無法估計的 無法估計的 因為做生意的事 即是跟他們有什麼關係,會不會找他 搭路、雪巷等等,我們完全不知道 如果他們當事人不說的話 這個很重要 所謂政商關係,正商關係複雜就是在這裏 即是你為什麼會找紀律部隊呢 沒人能猜測到,沒人能猜測到是一回事 保安局就 在這個 爭議的事件裏面就做了一個最一步的澄清 不過澄清完之後就疑點更加多 他就這麼說的 他說第一 出席的政府官員只有三個 沒有其他 九個人裏面 就有三個政府官員,六個是其他人 三個人受邀赴宴 因為宴請者說 晚宴的地點是私人地方 因此誤以為地點是 不受限聚令所規管 我剛才說過 其實 這間店是有食肆牌的 可能是有些私人地方,但他吃飯的地方是有食肆牌的 第二 就說豪華宴情 保安局就說 晚宴的菜式是一般火鍋食材 他說當晚是普通的社交聚會 代那三個人說,再次承認疏忽和敏感度不足 就事件表示協議,日後出席活動會加倍謹慎 保安局的發言人強調,三名官員 不涉及 講過那宗強姦案的刑事案件 這個澄清 有些消息人士為他們說 他們不知道那個地方 是一個食肆,以為是私人地方 所以 他認為不關限聚令事 第二 火鍋食材 他撇清了是一個豪華 豪華的現情 一般的火鍋食材 其實 真是越描越黑 在這個疫症期間 大家記得有個火鍋群組的,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打火鍋群組 應該是去年的時 還是年初的時 其實打火鍋呢,就是講過有 什麼氣形膠 會令到那些 病毒冒化了之後,大家就很容易吸 除了口罩 吃東西的,當然要 其實 我記得 有人說,不如 吃個打火鍋吧,不要搞了 如果要吃都好,最好就是 西餐那種人一碟,最簡單 我都比較忌諱 他吃打火鍋在疫症期間 這個不單止是敏感度不足 是不是 都 用自己的命來教非呢 這個澄清是有些都未說的 我已經說了 越描越黑之外,有很多都未說的 強調 這個三個官員不涉及刑事案件 這件事 是由 調查這個強姦案的刑事案件 而揭發的 如果是 按照正路是這麼說的 我不知道中間有沒有什麼內情 不停地強調這件事 那麼究竟 警察去這個吃屍的拘捕人的時候 究竟拘捕的人 是不是這個 出席這個宴會裡面的人來的呢 這個 普通的社交聚會 為什麼這個組合會那麼奇怪呢 這些全部都是 未解答的 保安局 發表了一個聲明之後呢 都未解答到這些問題 好了 這幾個首長就發表聲明 掃辭是很近似的 都說已經是 給了這個告票 交了罰款 本人日後出席 活動會交會謹慎 無必確保符合規定 然後說這個刑事案件 就說 這件案就和 這個犯局是無關的 好了 只是說出席小孩活動會交配謹慎 無必確保符合規定 那就完了 至今 你見不到有任何的 高級一點的政府官員包括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或者特首林鄭月娥 出來 回應這件事 政府的官員政府的部門 高級一點的都沒有發表聲明去回應 是否只是純粹 作為一個你不夠謹慎 出這個飯局 接受現請 日後加倍小心 避免重犯 就算數呢 當然他們覺得這樣 但是剛才說很多疑團未解 都要出來解清楚 但是在這個疫症肆虐的時候 在外國很多的國家的政府官員 都因為這個違反了社交距離的規定 或者香港叫做限聚令 而搞到周身危 最後都是以辭職收場 我看到眾新聞 他做了一個統計 我覺得都相當有趣 都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當然最出名的 我在這裡都提過最出名的 或者最滑溪的 或者最戲劇性的 就是英國的這個 衛生大臣 這個 夏國賢 給閉路電視 他在辦公室裏面的閉路電視 這個拿命的地方 拍到跟他的下屬 跟他的幕僚 還有 勇敏 大家都結婚了 都有子女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婚外情 就這樣看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搞婚外情 可能很多國家搞婚外情都可以辭職 兩邊的家庭可能會引起很大的反應 然後 影響你的公務 誰知道 他辭職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是衛生大臣 其他都是 都有試過 你看到英國那些 忍不住 太 限制得太過嚴厲 有時候都會有違反限聚令的情況 你要叫國民 遵守限聚令又違反陷聚令不行 最後呢 因為違反限聚令的原因 他自己辭去這個衛生大臣的職位 就不是搞婚外情 另外 有很多的要數 英國也是英國 英國有一個 政府的顧問 就叫做 肺格森 就說在這個封城期間 有女人去到訪他的家 都要辭職 另外紐西蘭的前衛生部長 克拉克 也是在去年4月的時候 同家人去海灘 當時這個海灘就是 四級 封鎖狀態 除非必要的活動之外 除非必要的個人的活動 國民應該是留在家中隔離的 於是 這三個人包括夏國賢 廢格森和紐西蘭的克拉克 全部都要 向政府主動辭職 這個就是 在這個西方國家發生的情況 日本 日本也試過 口生勞動省的23個官員 在這個居酒屋裡參加宴會 也是這個疫情期間 當然中餐區根本沒有 設置任何格板 代償人士都沒有戴口罩 當時是避免二十多人以上的聚會 當時的口生勞動省大臣 和這個首相 菅義偉都要出面道歉 高級官員出來道歉 因為他才要以身作則 你叫人 那麼嚴格去規定 自己不做 不單止日本 西方的這些民主國家 還有 還有不少的 都見得到都有 約旦的前內政部長 前司法部長 因為 參加一個九個人的晚餐派對 限聚令呢他們限聚令只有六個人 歐盟的專員 參加這個 在愛爾蘭的 81個人的高爾夫球晚宴 當時的室內只准50人 美國芝加哥前高級警官 在一月的時候 酒吧舉行四十多人的派對 全部都沒有戴口罩 這四個人 最後 被揭發後 都要主動向政府提出辭職 還有 這個捷克的前衛生部長 在去年十月被媒體拍到 離開餐廳的照片 當時發言說 所有餐廳、酒吧和酒館 都要對外關閉 最後 總理將他炒了 有些人說 你是不是有小事大做 吃飯而已 都要炒 為什麼這些 西方國家也好 你說有些不是太過民主的國家 總之零被人知道 莫被人見 拍到你了 知道了 成為一件案件 公眾關注的地方 原因就很簡單 你做一個高級的政府的官員 還有一個是文責的 即是官員 你是不是做任何的事 都要告訴你 沒可能有兩個標準 你記不記得 有些民主派的人士 這個 說 違反這個限聚令 在餐廳裡面開會 在酒吧裡面開會 去討論 政府這個封鎖措施對那個業界的影響有多大 陳淑莊 最後被告上法庭 多嚴厲 最後當然脫了罪啦 沒事啦 就是 跟這個限聚令 沒有違反到限聚令 但是他們是 以民間的身份去做這個 你是政府官員 在那麼多的 宣傳裡面都叫人遵守這個 社交距離的限制 要戴口罩 要勤洗手 為人為己 要打疫苗 那麼多的宣傳 被人揭發了這件事 是不是就這樣說 我以後要謹慎一點 小心一點 這件事就結束了 這是知其一 知其一 但是 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剛才說的那些疑問 究竟這個飯局的成績是什麼 那些與會者恆大地產跟你談過什麼 有沒有公務的成份 你需要 你需要 這個飯局 你需要報告這個成績 而且 這個豪華的飯局 是誰給錢 全部這些事 與會裏面 除了這個三個政府官員 除了恆大的高層之下 還有沒有其他的人 中間談了什麼 有沒有達成任何的 諒解和協議 是公務還是純粹私人 這個問題 我認為更加嚴重 過違反限聚令 但是今天 到我 做這條片為止 政府仍然是 沒有任何的 最一部的消息 他認為可能 已經過了關 我看看媒體 會不會繼續追下去 這條片說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的Pajor 繼續支持我的 濕地厚花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呢 我在這裏向大家介紹 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 大家可能 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 這個Netflix 的話呢 有些片 是美國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 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例如如果你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NOT 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優惠碼 SAMNGX 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 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